近日,端玉红与新锐导演董月一同现身广州为电影《暴雪将至》做录演宣传 据悉,该部电影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一起震惊小城的恶性连环杀人案 《暴雪将至》试演的人称于神探的工厂保卫科干事于郭伟 用尽一切办法寻找真凶 在步步逼近真相之前,他也越陷越深 而与大多数犯罪题材电影的不同的是 《暴雪将至》撇开罪案本身 专注刻画案件旁观者的内心 探讨人性的UV变化和扭曲过程 而该部影片更是在未上映之前 就已经获得了第三十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最佳艺术贡献奖 最佳男演员奖两项大奖 但对于段玉红来说 电影拿奖是平常心对待哦 所以我不说了吗 我就有点恍惚 又怕下雨下下雪 假的呢 我今天还跟导演在聊这个事 可能现在的大众媒体或者是观众 更关注的是这个讲 那个讲固然好 其实如果真正去关注这部电影 讲的是啥 说的是啥 我觉得可能更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一个 最实在的最初的一种 一个动力和力量 我不相信 当然可能也有 反正我不相信 好像电影工作者 从剧本开始写 就蹦着那个奖去了 我得抱一个傻奖 那不累死 对吧 那个奖项 有些奖还不能随便拿 有些奖想也白想 但那就不干 不付出 不投入了吗 不 对吧 肯定是不 还是希望 观众多关注中国电影 关注中国电影的成长 对于我们年轻的演员 年轻的导演 其实这样的结果 是有激励的力量 但是我们容易往往忽略了 我们创作的初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